长辈们正开心享用爱心带用早餐 近期受到疫情影响 万金社区许多家庭放弃了无薪假 有感于许多民众陈勤 家中经济日渐产生负荷等状况 万金社区发展协会 决意发起爱心带用早餐服务 率先赚出一笔经费 与万金圣母圣殿前的义士咖啡合作 只要符合资格的乡亲 都能来这里领取免费的爱心带用餐 在防疫期间可能很多家庭 它有无薪假 那对于有一些餐费的部分 会有一些拮据 那我想说我们能够尽我们一己之力 然后来共襄盛举 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提供 在这个期间里面 你只要是65岁以上 还有也是国小学童 你就可以来店里面有待用早餐 我们要给老人 还有一些新住民的小朋友 他们的餐点 国小的小朋友餐点都免费 现在就是疫情的关系 大家有些都没有工作 也影响很多 然后我们就大家开一个会 就说来送餐好了 既然有云雨 我们就来送给大家 义士咖啡老板潘志仁强调 希望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帮助社区 也能在抗疫期间紧奋心力 而他也鼓励其他早餐店或是餐饮业者 加入待用餐行列 另外不管是社区居民或是到访游客 都能到这里来奉献爱心 让爱接力 在这边我们有这个奉献箱或是赞助箱 那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联络我们社区理事长 在这里我们希望真的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让爱接力 这个活动很好啊 非常棒啊 期盼透过活动让社区内不管是老人或是小孩 都能有美味营养的早餐可以享用 让社区更有爱 一起走过疫情考验 屏东新闻 不宜听张志豪采访报导